2019年3月26日 安踏发布了2018年财报 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里 安踏迎来了自己有史以来的最好业绩 总营收第一次超过200亿 在百强排行APP 篮球鞋品牌榜中排名第五 除了主品牌安踏的销量稳定增加 很多子品牌 比如斐乐都成为安踏总营收 在过去一年里增长了44%的主要动力 要知道 如今一大批国产运动品牌的日子 都很不好过 而安踏为何能够逆势而上呢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安踏永不止步 提到安踏 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来自NBA勇士队的克莱·汤普森 自2010年8月1日 签下第一个年均代言费超过 1000万美元的NBA球星凯文·加内特后 2014年 安踏与上处在NBA新秀合同中的克莱 签下了6年1800万美元的代言合同 而继后者不断在NBA打出佛光普照的表现后 安踏在2017年与克莱提前续约 更围绕其组建了40人团队 安排产品开发 宣传资源及营销活动 以最大化发挥其影响力 根据协议 如果克莱在今后的商业活动中 能够达成协议中的奖励条件 那么这份合约的价格将高达10年8000万美元 在NBA拥有一份球鞋代言合同并非简单的事情 而拥有自己的签名球鞋 能够参与到鞋子的设计环节更是难上加难 而且在耐克和阿迪阵营 球星实在太多 所以克莱和安踏的鞋手是一件互相成就的事情 对于前者来说 代言安踏帮助他收获了更多的中国粉丝 这笔价格不菲的合同将横贯他的篮球生涯 对于安踏来说 克莱在场上场下的吸粉表现 让其品牌形象大幅上升 更直接地带动了安踏篮球鞋的销量 2015年 安踏一共卖出了15万双克莱的个人球鞋 2016年 这一数字直接暴涨到50万 再加上2017年 安踏与克莱续约后发起的 耀风篮球营销 和日后KD3 KD4代的推出 以及去年618活动时 上线一秒就瞬间被抢光的 300双KD3涌冠三军 和一件篮球的三分天注定T恤 整个2018年 在克莱的助力下 安踏耀风篮球产品的流水高达5亿 然而早在2012年 李宁签下维德时 很多人都认为 被李宁抢走CBA赞助商名额的安踏 将彻底掉队 但如今在看两家公司的市值 后者已经是李宁的五倍之多 令很多人大跌眼镜 曾经有段时间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一度被调侃为 晋江体育频道 因为广告时段的金主们 几乎全部来自 这个地处福建沿海的中国邪都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 县级市之一 这里一共诞生过3000多家鞋场 上市了40多家运动品牌 除了今天我们的主角安踏之外 贵人鸟 361度 红星尔克 德尔惠 喜德龙和乔丹 也全部都来自于此 1987年 17岁的丁世忠 在父亲的赞助下 和朋友搭起了一家制鞋作坊 鞋子做好后 他就背到北京的商城去卖 四年后一共赚到20万 1991年 丁世忠觉得老这样搞批发 不是长久的办法 于是他回到家乡 注册了安踏商标 丁和睦 丁世佳 丁世忠父子三人 成立安踏品牌 取其安心创业 踏实做人之意 在整个90年代初 大部分的晋江鞋 都是代工为主 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但丁世忠认为 代工太不靠谱 而且国内本身 就有足够庞大的市场需求 所以在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导致很多代工厂破产时 丁世忠凭借 2000多家线下专卖店的布局 把命运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当时 国内运动品牌的老大哥是李宁 为了争夺消费者 1999年 安踏效仿前者 签约孔令辉为其代言人 并开始在央视 投放大量电视广告 那一年 安踏的利润为400万 而仅在营销支出上 安踏就用掉300万 让无数代工厂汗言 当时 晋江鞋起 主要以贴牌生产为主 丁世忠却投入重金 打造自由品牌 无疑于石破天津之举 2000年 悉尼奥运会 孔令辉摘得乒乓球 男子单打的金牌 涌夺大满贯 随即 安踏总部被全国各地的经销商 围堵得水泄不通 当年 安踏销量高歌猛进突破3亿 为2004年 安踏与CBA签下三年 6000万赞助合约 打下基础 4年 安踏资3000万 成立行业内 首个运动科学实验室 截止到2017年 该实验室研发投入已达 4.79亿 高居国内运动品牌第一 也就是自安踏请来孔令辉后 金江企业在明星大言上 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造牌运动 金莱克请王楠 喜德龙签蔡正华 德尔惠请吴奇龙 贵人鸟签刘德华 一时间 输人不输阵 砸钱才会赢的心理 让金江品牌几乎占满了 央视体育频道的广告时间 但是这种疯狂的营销 也让无欠债不生意 成为金江企业的特色 2005年 在缺钱仍要造势的形势下 红星尔克率先完成上市 2007年 安踏也成功在香港上市 次年 北京奥运会的召开 给国内一众迷失的 本土运动品牌 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但是短暂的业绩暴涨后 随之而来的 就是过去以批发模式为主 进行激进渠道扩张的行业 开始呈现渠道数量过剩 库存堆积严重的趋势 再加上奈克 阿迪达斯等外国品牌 对二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渗透 导致很多贴牌性质的企业 应声倒地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丁世忠意识到 安踏必须彻底转型 2009年9月30日 安踏以不到6亿港元的价格 从百利国际手中 收购 For Prospect公司 85%股权 以及Vilo Marketing的全部股权 由此收购了 意大利品牌菲勒 在中国大陆 香港及澳门相关的 商标及零售业务 将其定位于 安踏旗下的中高端品牌 在陆续挖掘 宝洁 阿迪达斯 可口可乐等 国际巨头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后 安踏的整个管理层 迎来了一次更新换代 2011至2013年 安踏通过果断的 零售导向改革 成为最先实现 业绩复苏的体育品牌 2012年 李宁抢走CBA赞助商民额 牵下韦德 然而却在日后 因为高层迷失 导致公司开始盲目扩张 产品提价过高 最终亏损19.8亿 同年 安踏以76.2亿的营收 力压老大哥的67.4亿 终于成为 国内体育品牌的化石人 在签下NBA球星 克莱·汤普森后 2015年开始 安踏陆续收购 剑步鞋品牌斯潘迪 以日本迪桑特 和韩国运动品牌科隆 达成合资协议 再加上2017年 收购香港铜装品牌Kinko 从大众市场到高端市场 从平民参与到专业领域 安踏的产品布局 已初步完成 并将今后的目光 瞄准海外市场 2018年10月 安踏又以200万美金的年薪 与商与归来后的 波士顿小前锋 梅沃德签下四年代言合同 尽管年轻的绿军 在今年的季后赛中 因为队内气氛不合 以及实力上的差距 败给了熊鹿 并将在修菜期进行重组 失去短期内的争冠机会 但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 海公公的加入 势必将成为安踏旗下 又以重磅IP 在我们做完这期视频的同时 今年NBA总决赛的对阵双方 已经占至1比1平 克莱曾在去年的中国行上表示 希望明年 自己仍能帮助球队 夺得冠军 这不仅是勇士队 和其球迷正期待发生的事情 同时也是安踏所期待的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加收藏 谢谢支持 他来自美国 由两大媒体巨头合并而成 几经易主后 如今位居世界500强第108名 他是谁 欲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